特雷沙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 结果赌输了 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她辞职 不过她正在顶住这种压力 特雷沙梅依照选举程序 星期五拜见了女王 她随后宣布将试图在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 组建少数党政府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 这让我有信心认为 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 合作共识 特雷沙梅坚持说 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 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 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 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 政治分析人士 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艺术的作者伊安顿特说 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 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 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 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 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 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 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 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 而且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 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 顿特说 英国还是会脱欧的 不过特雷沙梅的所谓硬脱欧 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 给我民意依托 而答案是不 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 重新思考 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 主要都被工党夺走 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 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 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 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 包括取消大学学费 这鼓舞了年轻选民 这组教科打工的学生 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大事之一是教育 唯一决定帮助我 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 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 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脱离党 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 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滨阵营 泼了一些冷水 只有点像桑迪斯一样 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 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 他做得很出色 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 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 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 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级的人之间 左翼与右翼之间 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 双方仍然壁垒分明 特雷沙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 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 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 目前看来 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 美国之音 李奇维尔 伦敦报道